那么从第二节开始 我们就讲项目管理 所以工程管理是作为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希望大家要把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关系 要搞清楚 那么当然刚才说了 我们这门课是叫项目管理 所以从现在开始 后面的所有考点都是为了项目管理来考大家 工程管理到此结束 所以我们第二节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这个一节说得很清楚 它的核心是两个 一目标是什么 二任务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考点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内涵 我们前面讲了工程管理的内涵 那么这个考点应该说呢 不是那么太重要的 只能作为一个基础性考点 但是里面有几句话还是蛮重要的 哪几句话呢 第一句话就这句话 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吧 项目管理的时间范畴 是什么 项目管理的时间范畴 从前面工程管理跟项目管理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一回事 仅仅是指实事件 所以我们国家一个推荐性标准 国家标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 所以大家记住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是谈项目管理 既然是谈项目管理 我们的时间范畴 就不涉及到决策阶段 不涉及到使用阶段 我们仅仅是讲实事件 第二 关于这个费用目标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费用目标问题 我们要记住 这个名字比较讨厌 因为在我们建设工程呢 这个费用目标是有两个称谓 对业主来说叫投资目标 对承包商来讲 不仅仅是施工了 对设计啊 施工啊 供货啊 总承包方来说 都叫成本目标 所以希望第二点呢 这个称谓 我们也要知道一下 第三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谁 第三种命题方式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谁 在这写着呢 是目标控制 我说我这本课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项目管理的任务是七大任务 三个控制 三个管理 一个组织协调 那么你要记住 它的核心任务 我们说任务是七大任务吗 它的核心任务就是一句话 目标控制 那么如果再讲的具体一点 就是进度控制 成本控制 质量控制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为工程建设和使用争承 但是我们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 不是这样 是目标控制 因此我们这门课 对吧 我们的考试大纲 就是为了任务来展开的 那么其中第二第三第四 就是成本进度 增量控制 就是我们的核心任务 那么这是第三种命题方式 最后一种命题方式 项目管理的内涵 这个概念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这句话 我们项目管理是通过什么什么 实现目标的 因为刚才讲了吗 项目管理不就实现目标吗 所以这两句话记一下 一个是项目策划 一个是项目控制 一个是策划 一个是控制 策划问题呢 我们后面单独讲 那么应该说呢 我们国家现在项目管理里面 做得不够的 或者说在项目管理里面 比较存在薄弱环节的 就是项目策划问题 那么项目策划问题呢 是目前做的最不够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什么叫项目策划 项目策划说白了 就是一系列的筹划 和准备工作 这叫项目策划 那么项目策划呢 我们单独有一节来回答 所以这里不展开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考底啊 命题方式比较多 比较零碎 所以希望大家呢 针对我刚才讲的四个命题方式 你都应该掌握 尤其是我这里画圈的 非常重要 这就是项目管理 所以呢通过这个考底的讲解 以及前面工程管理的相关考底的讲解 我们对项目管理和工程管理的 管理和区别 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你只要两个核心任务 搞清楚就清楚 下面这个考底 很特别就是说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一很重要 当然道理就很重要 每年都要考咯 但是呢这个考底 直接考你的可能性不大 你说奇怪吧 这个考点 那么这样的考点有没有呢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 当然不多 因此我们把这类考点 称为基础性考点 我毫不夸张的说 我们这门课的考试题目 有许多跟这张图是密切相关的 换句话说 大家只要把这张图掌握了 我们有一些题目 对回答某些题目 是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呢 叫做我们国家的规程规范 或者法律法规 怎么叫的 建设工程项目阶段划分 比如说我们建设工程 这辆管理条例怎么说的 对吧 叫做阶段划分 但是呢按照国际上的教法 这个叫做全生命周期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想要解释一下 以前呢我看了是一个硕士论文 他怎么写的啊 这个题目就是说 什么什么项目管理生命周期研究 哎呀我看了这个名字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单的 怎么指导这个学生的 管理拿来的生命周期啊 是不是 那是大错特错 管理一般只能叫过程 一般只能叫阶段 不能叫生命周期 所以呢 那个硕士认为的题目叫做 什么什么项目 管理生命周期研究 那是犯了一个概念性错 那么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生命周期啊 这个词来自于哪里 你一听就知道 来自于生物系统 你比如说 我们拿人来说 所以为什么叫life cycle 生命周期就这个意思 人是什么意思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是不是这样对的 这就是生命周期 那么我们一个项目 我们叫项目管理吗 我们发现 他的生老病死 跟我们的人的生命的周期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把他一个项目 也称为生命周期 就这样来 所以大家记住 项目存在生命周期 项目管理不存在生命周期问题 电影就不对 那么好了 我们下面来讲讲 命题方式 那么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考点 更多是为其他考点当陪衬的 但是呢 也有可能直接考你 那么直接考你的可能性 在哪里呢 你记住 第一个命题方式 就是他 实施阶段 包括哪五个子阶段 这个要记一下 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又再说了 是吧 设计前准备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动用前准备阶段 和保修阶段 交付使用 你不去管他了 这个不属于一个阶段 所以呢 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命题方式 我们要记住 包括五个子阶段 就实施阶段 包括五个子阶段 第一 设计前准备阶段 二 设计阶段 三 施工阶段 四 动用前准备阶段 五 保修阶段 但是呢 这个刚才说了 直接考你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你把实施阶段 包括五个子阶段 给我记住了 后面很多回报等着你呢 所以这个必须要背啊 所以我刚才忘了说了 我要求你背的东西 你必须要给我背住 那么我要求你背的东西不多了 那么这里面 如果我们这一节课讲到现在为止 真正要你背的 这个必须要背住 那么为什么要背呢 因为关于实施阶段 分为五个子阶段 或者几个子阶段 不同的教材 不同的书提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次考试 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反复的强调 第二个决策阶段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应该说有一半年份会考 给你出一个题目 以下什么样的哪一项工作 或者哪几项工作属于决策阶段的工作 那么他把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的工作内容 给你混在一起 简单这么说吧 就问以下哪一件事情是你少年要做的 A 上幼儿园 B 上小学 C 上大学 D 工作 对不对 我给你随便出几个 完全一个题目 同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说决策阶段 它的工作内容按照我们这本书的写法 大家要记一下 就是两项工作 一 编制项目建议书 二 编制可行研究报告 好吧 这简单的 你像设计啊 施工啊 供货啊 这个都属于实施阶段 招投标啊 采购啊 都属于实施阶段 所以呢 我们作为考试来讲 大家记住 按照这本书的提法 决策阶段的工作内容 你记住就两项 剩下的都后面 那么因为使用阶段一般不大会考 是吧 即使考你也比较容易区分开 所以呢 你的重点任务主要是实施阶段 跟决策阶段 它的工作内容要分开 那么怎么要分开啊 很简单 你只要把决策阶段记住了 就OK了 所以呢 项目建议书跟可言 那么我这里稍微再解释一下 你就更清楚了 什么叫决策阶段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 这个建设工程项目 到底是要做还是不做 那么那个是完全是看 行政领导拍脑袋决策 明白吗 拍脑袋决策 我们国家如果 当然我这里时间关系 也不再讲的太多了 你想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 这个工程项目该不该上 领导说来算 领导凭什么说来算 凭这个拍脑袋 所以那个时候叫拍脑袋决策 那么这种决策显然是不科学 所以呢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啊 就引入了科学的决策 这么一套制度 那么你怎么才能做到科学呢 大家知道我做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就是一个投资行为 投资就要回报 所以呢我们 在决策之间首先要算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啊 这个项目十个亿 投资十个亿 我几年能回收 你十个亿几年能回收啊 比如投资回收期几年 一算八年 一算六年 还有内部收益率多少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银行的利息 那实际上就是内部收益率的一个方面嘛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那你要提出 大家想想看有了这些指标 我决策是不是更科学啊 所以呢大家记住 可年报告 实际上回答两个问题 进一步认证建设的必要性 重点认证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那么这个可行性呢 就要中财务啦 等等这些方面 我不想看 项目建议书干嘛 项目建议书就回答必要性 所以呢 有了这两份东西以后 我们就发现 有了这两份东西 就可以实现决策者的科学决策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 所以我这样一说 你就清楚了 因此呢 我们说这个考点呢 刚才也分析了 更多是 为后面的考试题目 或者相关的考点做铺垫 那么直接考呢 刚才讲的也有可能 对吧 那么直接考呢 就这两种命题方式 大家记一下 好吧 第一个我再重复一下 第一种命题方式 实施阶段 包括哪五个指阶段 第二 决策阶段的工作内容 包括哪几项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考点就很圆满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 这个考点 无论对我们本次考试来讲 还是将了大家走向工作岗位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考点 所以我前面也讲了 我们国家由于违反这张图 导致工程项目失败的 有多少 有多少惨痛的教训 有多少造成这辆安全事故的 杭州地铁一号线 我再说一个 杭州地铁一号线 那这个时间也快要过去十年了 也就差不多真正十年 对吧 你晚上可能还能查到 对吧 湘湖站 就是这个在 一个什么区啊 萧山 对 在萧山区 湘湖站 对吧 也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 使得多少人你看 管理者来说 对吧 一定要坚持 按照这张图的顺序来办 好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 基本都说过了 下面这个考点呢 是我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类型的一个考点 那么这个考点呢 它的重要性只能算一般也是 对吧 但是它也是一个基础性考点 当然这个基础性呢 比前面要吃药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问大家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包括哪几个类型 他们直接的关系到底如何 好 下面我们就讲一下 命题方式就OK了 第一个命题方式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 包括哪几个 记一下吗 好吧 一共五个啊 业主方项目管理 施工方项目管理 设计方项目管理 供货方项目管理 和总承包方项目管理 很好记 这是第一个命题方式 那么这个命题方式呢 考你的可能性 2018年 我告诉你 几乎不存在 但是你要知道 所以有些知识 有一些考你 你要知道 但是不一定会直接考你 为什么要知道 因为对后面的 相关考考点是做铺垫的 第二个命题方式 相对的说要重要一点了 这五个项目管理里面 这五方项目管理 哪一个项目管理是处于核心地位 这个问题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在我们实践里面 现在屡屡屡屡违反这个问题的大容额 我们刚才讲了吗 项目管理分五方 页主方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 BU Pioneer 那么这五方项目管理里面 谁的项目管理是处于核心地位 这个当然会靠单向选择了 记住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处于核心地位 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 现在我们各个工程项目管理 真正安搭去做的有几个 那么这句话的年外之一 设计方施工方供货方项目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 都应该围绕业主方项目管理展开 那么现在你们施工方搞项目管理 有没有服务业主方项目管理 你们设计方的项目管理 有没有服务业主方项目管理 我不能说没有吧 但是至少目前在国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里面 这一点做的是非常不够 这样的例子我不展开了 好第二个命题方式这里 也就是说这五方项目管理里面 谁的项目管理是出于核心地位 那么换句话说 其他四方的项目管理都应该围绕它展开 最后一个命题方式呢 适当要说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市场主体里面 远远不至于业主方设计方 市工方供货方项目总承包方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还有什么 监理方的 投资方的 开发方的 咨询公司的 是吧 施工总承包的 施工 总承包管理方的 分包方的 因为我们这个分类的 就这五方 我们从来没有说 分包方的项目管理 也从来没有说 这个开发方的项目管理 没有 我们项目管理 要照这本书的考试来讲 就是五方 业主方 设计方 市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 行 如果说大家呢 这个考词啊 如果说能够回答我 刚才讲的这几个问题 三个命题方式 很圆满 那么当然呢 有一个命题方式呢 这里已经说到了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 是 这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 那么刚才提到了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 的项目管理 都应该围绕 业主方项目管理展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业主方啊 是建设工程项目的 总组织者 总集成者 这就是原因啊 但是呢 话又说回了 确实呢 我们国家 这个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啊 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水平的仓次不齐 因为你是核心啊 你的项目管理出了问题了 那会导致影响其他的项目管理啊 影响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啊 所以呢 如果说谈这个问题啊 国内这个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怎么提高 首当其中的应该提高业主方的项目管理 好了 这个考点 是必考的 你记住 考点必考的 不多的 我们讲到现在为止啊 真正必考的出现了 这个考点 如果2018年不考你 你可以来找我 当然找我 你不要问我索赔啊 我只是强调一下 这个考点的重要性 什么考点啊 也就是说 五方项目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任务是什么 涉及的阶段是什么阶段 他必然围绕这三个考点 那么当然这里面的相对更重要一些的是目标问题 任务跟涉及的阶段相对次要 那么当然作为大家复习来讲 都要掌握 所以他的命题方式不就三种吗 第一种目标是什么 第二种 任务是什么 第三种 涉及的阶段是什么 那么涉及的阶段又分两个 一个叫涉及的主要阶段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 按道理讲呢 这个考点啊 我需要讲了就讲完了 因为我这张表已经告诉你的 你给我记住就行了 比如说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这不是写了吗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任务是什么 业主方项目管理会涉及哪些阶段 涉及的主要阶段是什么 我都说得很清楚 那一样的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 都很清楚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为了便于大家的掌握和理解 还是需要做一些说明 那么这里面最值得说明的 或者最需要说明的 就是目标问题 目标问题是必须要说的 因为他这里面考试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这个目标问题啊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的目标 投资目标 是吧 进度目标 和质量目标 不就三大目标吗 投资 进度 质量 那么因为业主是 核心的 是吧 并且我们说了这个费用目标 对业主来讲就是投资目标 那么设计 施工 供货和项目总承包方 按道理讲 他的目标 不就是成本目标 对吧 设计这辆目标 和 设计进度吗 你加一个设计不就完了 施工就加一个施工吧 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地方出现了 你看 我们发现这个设计方项目管理啊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目标 投资目标 施工没问题的 施工都多了一个什么呢 安全 因为一般说的设计不会存在安全目标 所以呢 施工呢 除了施工成本 施工这辆 施工进度以外 多了一个施工安全 还有呢 供货最简单 供货就三个吗 供货成本 供货这辆 供货进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项目总承包方 我们发现他的目标最多 除了他的成本目标 他的进度目标 他的质量目标以外 你看看 他还加了一个投资目标 是吧 加了一个投资目标 还加了一个安全目标 所以我们发现 他的目标最多 五大目标 那么这样呢 我们掌握起来就 有点乱了 都不一样 那么我告诉你 你归归类 归两类 哪两类呢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目标 和后面四类目标要分开 对吧 那么业主方的就三大目标 投资 这辆进度 那么后来 后面四类项目管理的目标 有三个目标都是一样的 成本 这辆进度 都有 那么好了 有两个目标你要注意了 一个是投资目标 一个是安全管理目标 那么你记住 安全管理目标 很简单 只要是有施工的 就有安全管理目标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项目总承拨方 他至少要承担设计跟施工 所以呢 施工有安全目标 项目总承拨方 有安全目标 这就好记了 那么现在最难理解的是 投资目标 我们发现啊 你记住 只要是承担设计的 就有投资目标 完了 只要承担施工的 就有安全目标 那么我这样教你呢 你可能就 这个问题就变得有规律了 把一个表面上 杂浪无装的这么一个 问题啊 变成有规律 所以就说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拨方 有三个目标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成本 这辆进度 对吧 那么谁有安全管理目标呢 只要承担施工的 谁有投资目标呢 只要承担设计的 解决了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小微再提醒一下 这个设计的主要阶段 和设计的阶段 是有差异的 当然不排除 有时候一样 比如说业主方 设计的主要阶段 就实施阶段 设计的阶段 也是实施阶段 设计方就不一样了啊 设计方 它也会设计到五个阶段 但是呢 主要是在设计阶段 施工 主要在施工阶段 供货 主要在施工阶段 你不能叫供货阶段 没有这么个阶段 最后呢 一样的 因为总承拨方 说白了是半个业主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规律 设计的阶段 实际上是五个阶段 都会设计 不管是谁的项目管理 但是设计的主要阶段 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说这个考点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它的重要性 命题方式 我们前面都做了分析了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个问题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说设计方和总承包方 也有投资目标 那么按照我们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的内行来说 这个投资目标 按道理下 只有业主才有 是不是 我们前面不讲得很清楚吗 费用目标 对业主方来讲 叫投资目标 对其他来讲 都叫成本目标 但是我们经过分析啊 你看 设计方有投资目标 项目总承拨方 有投资目标 为什么他们两个 也有投资目标 解释一下 好了 我在上一节课 我讲了一个观点 是吧 我说我现在对设计方 意见最大 没关系 我不忌讳我的观点 我确实对他意见最大 那么其中体现之一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设计方 在设计一个 工程项目的时候 有多少设计方 会主动去考虑 投资控制 那么为什么说 你设计方 有这么一个目标呢 因为我们根据 理论分析 设计阶段 对投资的影响程度 大概是在80%左右 不同的项目当然 比例不太一样 所以他有个范围 70%到80% 我就简称80%左右 施工 供货 那么对投资的影响 也就是10%左右 很小 有影响 影响不大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设计 也就是说在整个建设程序 或者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设计 对投资的影响是最大的 高达80%左右 因此 设计方 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投资目标 是这样来的 但是我说了 我们国家现在很遗憾 有多少设计单位 主动去考虑 投资目标 我这里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国家 当然现在原因很多 因为我们国家 现在设计费怎么收的 就像厂值的 我根本不考虑 我这个设计给你投资 带来多少节省 我再给你奖励 没有这个 这个我们国家叫限额设计 价值工程 这个在我们国家设计单位 很少赢 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设计单位要承担 除了他自己的三大目标以外 还要承担一个重要的目标 投资目标 但是比较遗憾刚才说的 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 设计单位 基本上 没有承担起这个目标 那么总承担方就不要我说了 因为它是设计师工一体化 是吧 所以呢关于这个考点呢 我就解释到这里 太重要了 这个考点重要性稍微次要一点 就是总承担方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个要出来一般会出多项选择 好吧 所以它的命题方式是唯一的 那么它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就是三大类吗 一 任命项目经理 组建项目部 二 进行设计采购施工管理 三 进行项目范围进度费用等一系列管理 这个不要背的 你反正大致知道一下 这么三大方面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这个考点呢 应该说呢 大致一个不太重要 第二个呢 命题方式也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大家呢 只要把这个主要内容三个方面 大致看一下 也不要背 好吧 好 下面的重点说说 另外一个考点 是非常讨厌的一个考点 指定分包商 我们这门课呢 这个这么关于业主 总包跟分包之间的三个关系 肯定是要考的 也是必考的 就是说 当然业主呢 括号监理 因为我们有的项目实施监理的嘛 是吧 那么哪三个关系呢 一 合同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分包到底跟谁签合同 当然你说很简单 不就两个吗 一跟业主签 一二跟总承包单位签 是吧 那么到底跟谁签 所以第一个合同关系 第二 工作关系 什么叫工作关系啊 比如说我分包 能不能直接跟业主或者监理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 能不能啊 三 责任关系 我这个分包工程出了质量事故了 出了工期拖延了 出了安全事故了 出了 对吧 出了问题了就说 责任谁来承担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也就是说业主括号监理工程师 总包单位跟分包 这三者之间的三个关系 是要求各位考生必须要掌握的 那么这三个关系呢 作为本考试科目来讲比较分散 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关于三个关系在 第一章 尤其是第一章和第六章 经常会提到 那么好了 现在就要说一下这个分包问题 问题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补一个知识 我们说这个分包问题啊 我们实际上是分两种 是吧 分包啊 是分两种 不好写我就不写了 第一种叫一般分包 第二种叫指定分包 什么叫一般分包啊 一般分包就是业主和承包商 谁找了的分包商叫一般分包呢 谁找了的分包商叫指定分包呢 那你记住 这个书上没有写啊 业主找了的分包商叫指定分包 承包商找了的分包叫一般分包 那么道理讲这两类分包啊 它三个关系 就合同关系 工作关系 责任关系 应该是存在差异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比如说一般分包 它的合同关系 肯定是唯一的吧 只能跟承包单位签合同啊 你不能跟业主签的 指定分包 按我们的想象啊 既然是这个分包是业主找了的分包商 这个指定分包会不会跟承包商签合同啊 会不会跟业主签合同啊 我们今天先按照自己的想象 确实呢 我们知道指定分包跟一般分包 在这三个关系方面 在某些关系方面是存在差异 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考底 实义上呢 只讲了一个负责问题 谁来负责 你看看这个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采用指定分包时 谁应该对合同规定的公期目标 和责量目标负责啊 你看发现没有 我们有的考生这个地方如果要考你 我们有的考生就琢磨了 应该业主来负责啊 但实际上你错了 应该是有施工总包 和施工总承包管理方的负责 所以这一点我们有的考生不可理解 哦 这个分包是业主找了的分包商 将来对这个合同规定的公期目标 和责量目标还应该有我施工总包来负责 天理合在 对吧 我们有的考生就要琢磨了 那这样对我施工总包来讲不公平啊 如果你业主找了这个指定分包 老是捣乱 哦 将来这个负责还要我施工总包来负责啊 对 就这么干 所以确实呢 业主找了的指定分包商 对施工总包和施工总承包管理方来讲 会存在风险 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暂时说到这里 那么后面我们涉及到一些考底 比如说合同关系 后面重点要说 责任关系后面重点要说 工作关系重点要说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题目先抛出来 但是由于在这个我涉及到这个三个关系问题啊 它是分散在书上的不同地方 那么为了便于大家的复习呢 我还是按照书上的顺序来讲 是吧 我女儿那是一个想法呢 把这个问题都弄到这里来讲 结果呢有一部分考生就提很多意见 老师你别这样讲 你把第六章的东西弄到这里 一回前一回后我不理解 所以呢我这个问题呢 今天要解释一下 所以有的考生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把三个关系放在一起讲呢 我以前试过 但是呢有些考生提意见 反馈到我这里 好吧 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负责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指定分包是业主找来的 但是呢 对供期和质量目标 仍然是要有施工总包和施工总承包管理方的负责 所以这个答案呢 很容易搭乘业主方 错了 好我们这一节啊 相关的一些考点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到这里为止呢 这一节是重要的一节 是吧 并且呢这一节里面 必考的出现 有必考的考点 好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相关的一些题目吧 第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 编制和报批项目可年报告 属于介绍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的工作 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出现 对吧尽管说可能性不是太大啊 不属于必考的 所以这个显然是考的就是说三大阶段 就是我们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分为三大阶段 那么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 这个我一再说的尤其是项目前起和项目实施阶段 看的工作内容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A决策阶段 B实施阶段 C准备阶段 D 什么筹备阶段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全生命周期来讲呢 这两个不属于 当然还有一个阶段没写使用阶段 就相当于我们人嘛 我说了 人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一个工程项目的生命周期呢 是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 那么C和D是凑热量 凑数的 那么编制和报批项目可行研究 报告显然属于决策阶段 因为我们决策阶段就是为两 就是两个文件嘛 一个是项目建议书 一个是可言报告 好吧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 比较简单 对的 就这张图 这个题目就非常重要了 不单是我们说明前面考点的一个题目 也是我们将的实战的一个题目 下列有关项目管理的表述正确是谁 A 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目标控制 太正确 B 施工方项目管理 往往是该项目管理的核心 因为我们在前面考点的时候 就说得很清楚了 项目管理内心里面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 才是该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 它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它引申出了一个概念什么呢 设计方 施工方 供货方 项目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 都应该围绕 业主方项目管理展开 或者说它都要服务于业主方项目管理 这几个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C 质量管理是项目管理中最重要的任务 好了 这个答案要解释一下 这个答案我们有些考生看了以后 觉得挺正确的 对吧 一个产品嘛 质量当然是最根本的嘛 最重要的嘛 还有说吗 但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出现了 安全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政治地位 客观来讲我们国家这七大任务里面 质量还没有上升的一个政治 但是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已经上升了一个政治位置 所以按照这本书的写法 是一时错的 我们这本书怎么说的 安全管理是最重要的 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因此这样的答案 我如果不看这本书 我是答不出来的 怎么答 我觉得质量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会说安全最重要呢 这个显然跟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 不展开了 所以C是错的 第一 业主方的项目管理中 进度目标指的项目竣工的时间目标 这个呢稍微比较微观一点 好吧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 参见各方项目管理的目标任务和设计的阶段里面 这个问题呢 你有时间大致看一下 这个进度目标指什么 增量目标指什么 投资目标指什么 这个相对考的少一点 好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竣工时间的目标呢 还是交付使用呢 那么当然不同的工程是有差异的 所以这个题目提的是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竣工时间啊 最后一个答案 一 设计方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设计阶段进行 好 这两个字太重要 那么这个答案是对的 对吧 如果这个题目改一下 设计方的项目管理 把主要两个字去掉 对吧 他这样讲 设计方项目管理工作 涉及设计阶段 这就错了 我们设计方项目管理工作 也涉及到 实施的五个字节 但是呢 这个题目啊 这个当然用的是主要 主要就对了 对的 我们设计方项目管理的工作 主要在设计阶段 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啊 正确的是A和E D是错的 为什么错 所以这个呢 大家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对吧 动用不是竣工时间 好吧 这个呢 利用这个题目呢 再补偿加固一下 就是说 进度目标 对业主来说啊 进度目标指的是 项目动用的时间目标 而不是竣工时间 好吧 那么这个题目应该说呢 是重要的 但是比较简单 我们在前面多次讲到过 业主方项目管理工作 主要在什么阶段进行 B 因为我们说业主方 它是在14阶段 主要在14阶段 它涉及的阶段 也是14阶段 主要也是在14阶段 这两个是相同的 那么还有谁相同呢 总承包房 只有他们两个是相同 其他几个不相同 施工方主要在施工阶段 但是它也会涉及到 整个14阶段 设计方刚才讲了 它也会涉及到 14的五个阶段 但主要在设计阶段 供货方也会涉及到 五个阶段 但主要在施工阶段 所以这个题目呢 应该说呢 是重要的 但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有个背景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呢 有背景资料的 应该不多见 但是作为我们复习来讲 会粗一点 某建设工程 采用施工总承包施工 标高不符合设计要求 保证楼板副玩具 干净标高措施不可靠 随即 组则有关人员 制定改进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呢 主要有这一些 你看 增加干净支架的数量 增加施工 用跳板 减少对副玩具的采探 在该项目部内部 安排一名支检员 专门负责监督 楼板副玩具 干净的标高 强化功能 正量意识 加强成品保护 他说呢 在该项目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 涉及的项目管理 类型有哪一些 这个背景资料 我们后面还要用 我们在讲到措施的时候 还要用 业主方 设计方 施工总承包方 施工总承包管理方 供货方 那么从这个题目的背景资料 来讲 你看看 这里面专门谈到 施工总承包单位 换句话说 我们这栋楼啊 它是承用的 施工总承包模式 所以这个题目呢 业主方总会有 对不对 你既然是施工总承包 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 承包包模式 设计施工 仍然是分离的 所以设计方肯定有 供货方当然也不排除了 也会有 那么这两个是谁呢 应该是 那么我们尽管说呢 这个施工总承包方 和施工总承包管理方 这两种承包包模式 还没有全面系统的介绍 但是这个地方要说一下 这两种模式 是有排他性的 就是C跟D啊 是有排他性的 如果你承用了 施工总承包模式了 不可能承用 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反之也成立 所以这个答案 C是可以选的 D不能选了 因为C跟D是有排他性的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呢 是除了D以外都可以 那么当然呢 这个大家如果对施工总承包 和施工总承包管理 这两种模式不熟悉的 没关系 我们后面还要详细介绍 根据介绍工程项目 总承包管理规范 那么工程总承包项目 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这个已经讲过了 好吧 这个题目应该说呢 重要性算一般 难度系数也算一般 好吧 A显然不是 因为既是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像项目建议数可言 能量上有业主去完成 好吧 好 关于这一节我们到此结束